大约一千二百年前的一个秋野 几条客船停泊在巡洋码头 船里透出温落的灯光 有一位大师人白之一 在色色的秋风中送别他的朋友 忽然江边传来动人心弦的琵琶声 白之一和他的朋友都听得入迷了 于是白之一邀请谈琵琶的女子过来 又拨亮了灯光 重新安排了一桌酒宴 琵琶女先是迟疑地谈了几个音节 虽然还未曾取调 但伤感于失忆此情 却已呼之欲出 接下来的一曲琵琶行 更是低眉信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时 最终这是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甚有声 一曲琵琶结束 听众们都已经立满衣经 坐中气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山师 江州司马就是白军义 他因为在朝中直言 得罪了权贵 被贬至九江 贬折的官员 孤单的歌语 在姚毅的客船上 被绝美的音乐所感动 不禁感叹 同是天涯 人落人 相逢何必 成相识 在茫茫的长江上 萍水相逢的人 相识不相识 又有什么关系 离别孤独的惆怅 从来都不会是独一份 自从琵琶行成为经典之后 历代画家 都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描绘 我们看明朝的球阴 还有一幅 寻扬琵琶图 明代画家文博人 也有寻扬送客图卷 还有明朝画家郭宇 琵琶行图 近代画家复报时的琵琶行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